你好各位观众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10月14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提醒您 提防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好雨 虽然今年的第13号台风 煤击直浮台湾的机会不大 但是从明天开始 天气就会变得不稳定 除了气温明显下降之外 在北部和东部也可能会出现好大雨 第13号台风煤击形成 虽然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 预测这个台风可能会从台湾南端通过 往菲律宾旅宋岛去 直浮台湾的机会不大 但仍然会对天气带来影响 煤击台风它在下午两点的距离 还离台湾有超过2000公里 所以其实还在非常远的地方 那它最新的预报是朝向西北溪移动 未来我们认为它会逐渐 往菲律宾东方海面靠近过来 所以气象局还在密切观察当中 气象局也发布大雨特报 受到风明影响 基隆北海岸和台北山区 宜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 周五起到下周三 北部东北部天气失凉 入夜后到清晨 低温会降到20度左右 从今天开始 事实上目前东北风正逐渐增强 所以从明天开始 其实温度就会比较凉一点 特别是北部东北部东部这些地方 云比较多也有机会下雨 台风美机行进速度缓慢 预计下周一周二 台风到达菲律宾旅宋岛后 出到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的双重影响 铺排除会产生共犯效应 为台湾东半部和北部地区带来豪大雨 周五起东北季风持续增强 冷空气南下天气变得不稳定 除了雨势逐渐加大外 气温也会明显下降 记者综合报道